Bienvenue,非常欢迎你上单元12.2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 意大利人最常用的手势 所以这个单元算是这一刻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认真听 我们来马上熟悉意大利人这些非常常用的手势 而且麻烦你一边看一边模仿好吗 这样会更好玩 意大利人毫无疑问 常常用的最常见的最常看到的手势就是 这个手势对不对 那这个手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那这个手势的意思是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或者 你要什么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是 Cosa dichi Cosa dichi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要怎样 你要什么呢 OK吗 所以你懂怎么用呢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强调 那你这时候用两只手 你在讲什么 你说什么废话 你在说什么废话 OK 两只手 这样可以达到效果 这是强调的效果 另外一个 你们一定会常见的手势就是这个 尤其是喜欢看足球比赛的朋友们 你们常常一定会看到足球员他们犯规 然后呢 第一个方言是 不是我的错啊 Non sono stato io Non sono stato io 不是我的错啊 不要怪我啊 不要怪我 Non sono stato io 另外一个手势 也会非常常用的 你跟一代人聊天 就是这个 Non sono stato Non sono stato Non sono stato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后注意 肩膀也要 有动作 不仅是手 Non sono stato Non sono stato 要注意表情 好吗 全部肩膀 手势 表情 Non sono stato Non sono stato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不知道 不 另一个 我们也很常用的手势 就是这个 表情很重要哦 Mene frego Mene frego 就是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Mene frego Mene frego 例如 你知道吗 这个礼拜的股票的状况 非常差 大家都很担心 Mene frego Mene frego 我不在乎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在乎呢 因为我都没有买股票 所以 Mene frego Mene frego 这个也是 意大利人常用的 你常常会看到的一个手势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 意大利的小朋友 第一个会学到的手势就是 Buono Buono 就是好吃 Buono Buono 但是如果你要说你要称赞一个人的料理 特别好吃 除了用 Buono之外 你也可以用 Delici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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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级好吃 如果你跟一代人一起去玩 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会用这个手势 这是什么意思呢 Andi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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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走吧 走吧 走吧 Andiamo Andiamo 有人跟你说 Andiamo 你跟他说 Aspeta 等一下 Andiamo Aspeta 等一下 Andiamo Aspeta 等一下 那如果你是这样 之类的动作是 Aspeta 但是 同样的一个手势 但是速度不一样 就是 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 慢慢来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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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些人 我们搬家 然后大家都很快 有可能他们把一些东西会弄破 Hey Piano Piano 慢慢来 Piano 类似的动作 但是速度又不一样 是 好像你在刹车 Kal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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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松 放松 冷静 冷静一下 冷静 好像在刹车 对不对 冷静 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 这个气氛弄得很糟糕 然后大家都很愤怒 他会 Hey Kalmati Kalmati 冷静 Kalmati Kalmati 所以懂了吗 Aspetta 慢慢来 Piano Piano Kalmati Kalmati 冷静 Kalmati 同样也用这只手 好的一个手势 但是 这时候是平的 这样 然后呢 人家要问你 你最近好吗 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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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还好 还好 你对这家餐厅 是不是很满意 喜欢吗 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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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好 那我说明到现在 你是不是很清楚 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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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好 应手嘛 类似的一个动作 但是有一个差别 你看 我的手先 会很定住 好吗 然后我说 你知道吗 我太太 结婚前跟结婚后 她变了一个人 从这样 到这样 Dakoshi Akoshi Dakoshi Akoshi 就是完全变了180度的转变 但是她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人 那 在意大利的 Jankaro 跟在台湾的Jankaro 变了 Dakoshi Akoshi Dakoshi Akoshi 脱胎换骨 你常常会看到 一代人用的另外一个手势 就是这个 这个手势 它有两个意思 那我现在来说明 第一个意思 我给你一个情景 好吗 我们去朋友家 然后 他们把 红酒 倒在马克杯 给我喝 Cosa stay facendo 你在干嘛 这时候 我们表示 对方的行为 真的太离谱了 Cosa stay 你在干嘛 Cosa stay facendo 对方的行为太离谱了 所以 拜托 拜托 OK 就是表示 我们对对方 所说的话 或者所做的事 非常失望 第二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人家来找我 Jankaro 这家餐厅 他们在波罗那 都将意大利面上 撒了 帕西里 我又能做什么呢 Cosa bosso faci Cosa bosso faci 就是说 我也很无奈啊 我非常无奈 有一个邻居来找我 抱怨另外一个邻居 你知道吗 我们上楼的邻居 他把灯泡弄破了 他又不想换 他真的很固执 你说呢 我没有怎么处理呢 我也很无奈啊 我可以做什么 Cosa bosso faci 老师 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 网络卡卡的 一直都会断掉 到底我们怎么处理呢 Cosa bosso faci 就是我也很无奈啊 我没有解决的方法 我也在忍耐 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势 就是这个 就是 在这边有手表 对不对 然后呢 瞧瞧手表 意思是什么呢 e ora di andare e ora di andare 是 要离开的时间啊 我们该走的时间啊 e ora di andare 或者 时间到了哦 时间到了哦 这个是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 然后人家就会想我比 时间到了 就是该讲完 这时候除了用这个手势 时间到了 也会用这个手势 vai al dun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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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到重点啦 讲到重点 vai al dunque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跟朋友聊天 然后你觉得啊 他讲一大堆 很多的 不需要的细节 然后 重点 讲到重点 vai al dunque vai al dunque vai al dunque 这个非常有名的城市 是哪一个城市呢 就是 Vai al dunque 关于Vai al dunque 你要知道三件事 第一件事 Vai al dunque 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 也是 古代的罗马人 盖的一个露天的剧场 其实这个建筑 跟罗马的竞技场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用途 一模一样的结构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是 在Vai al dunque 这个露天剧场 这个amfiteatro 保存的 保留的 比罗马的竞技场 还要好 而且在这个露天的剧场 叫做Arena di Verona 每年的暑假 夏天的时候 都会举行一些表演 最有名的就是Opera 歌剧 所以如果你喜欢听看歌剧 就要去Arena di Verona 什么时候呢 夏天的时候 你会在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在一个古迹里面 很漂亮的一个网上 享受那么高端的一个气氛 然后听很好听的歌曲 第二个 关于Vai al dunque 你要知道的是葡萄酒 Vai al dunque 周围有很多很棒的一些酒庄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喝葡萄酒 不管是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有气泡的葡萄酒 那就要去Verona 然后把握机会去参访 Verona周围的这些酒庄 第三个要去Vai al dunque 要去Vai al dunque 也算是Vai al dunque 你这个地标 就是Il Balcone di Giulietta Juliette的阳台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边有 Juliette的阳台 你们一定听过 了Mio和Juliette 这个莎士比亚的悲剧 对吗 那这个悲剧是在哪里发生呢 就是在Verona这个城市 所以现在在Verona有珠列的阳台 你们可以去那里享受一下 这个很浪漫的气氛 在下一个单元 我要给你介绍另一个 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城市 哪一个城市呢 你一定要继续上课 我们在单元12.3件 Ciao